恩全清晨甘露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 一对年轻夫妇从香港来访 他们来自我就读神学院期间 所参与的实习教会 转眼之间 那一群曾经带领相处的年轻人 都各自有家庭和事业 并且在教会有很好的服饰 参后跟他们聊起 目前我们在台湾的培训事工 他们更是好奇 因为曾经在香港信义中 读神学受装备的我们 为何会走上圣灵全能的服饰呢 我很简单地分享自己在灵修时 经历圣灵意志的见证 也告诉他们 知识及经历是两回事 而过去神学院的传统教学 是框树了我对圣灵的认识 简短地分享后 见这位姊妹忍不住地哭泣 因为她渴慕圣灵 却被教条式的教导限制住了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曾经看过 或是听过某些旅游名声介绍 也知道这些地方美不胜收 不过 如果你自己亲身走一趟 那么你的体验就会变成真实 成为你生命成长中的实质 信仰也是如此 你所传的 必是你自己尝过的 是你经历过的 愿神赐福您 有个美好的一天